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小说《王牌计划》 作者 卷土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 本集播音《无天》小哈 第六百三十八集 方林与雷乱并肩向前走着 两个人对着一切都是视若无睹 平静非常 他们还不时小声地谈笑几句 突然间 走廊的尽头的仪扇门打开了 一个脸色死白的女人跑了出来 看她身上还穿着警察的制服 不过那身衣服上面此时已经满是鲜血 并且鲜血都是喷剑似的撒在了她的警符上 但是她身后的那扇门也马上就被打开了 这儿乃是警局 被打飞的那扇门乃是临时拘捕凡人的拘留处的入口 并非是装修的木制门 而是那种主体用坚硬的钢筋焊结成的牢门 可是这牢门却似纸糊的一样 直接扭曲打飞了 随后在旁边的墙壁上 砸出了深深的裂痕与一道四目的火星 然后一只巨大的筋肉翻卷的恶心手臂 一难以想象的高速度伸了出来 这个手臂似乎被剥掉了皮肤 上面有新红色的铁液飞溅 肉红色的筋肉盘结 手臂上面的巨掌若扶上一把大小 巨掌上面生长有食指 拇指 中指 三根胡萝卜粗细的指头 指甲上面有风锐若刀一般的黑色指甲 零重无比 这一下刺入进了那个女警的背部 女警啊 顿时就呆滞 僵硬住 然后就被活生生举了起来 当您这时候就发觉 这个女警的身体啊 在迅速的缩小 仔细一看才发觉 她的尸体啊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被融化 吞斥掉 因为那只拿着女警的巨掌的掌心当中 有着一道并不清晰的身痕 这个身痕呢 身前还不觉得有什么特异之处 但是这个身痕一接触到鲜血之后 就会凝小似的裂开 露出了少说数百颗蜂蜜的牙齿 这一口咬住警服下面的女人的肉体 疯狂地蹲持着 这个残酷而恐怖的惨剧 在发生的时候 整个过程周围都是诡异 无比的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声音仿佛都被完全的吸纳了 这就像是看电影的时候 将这音量关到了最小 一样是无声无息 如果硬要说有的话 那么就只有那个若刀锋一般的 指甲入体的那扑的半生的闷响 再然后 就是血液嵌射在地面上 轻润进去的那种极其细微的响动了 这就是你所说的实施鬼吗 方明是淡淡地说道 雷乱地说道 不错 在我们与该死的刺刀 和实施者对手之前 你他妈就能不能先告诉我 跟他们打有什么好处 好处很多了 方明微笑着说道 不过最大的好处 就是应该可以得到一句死人 雷乱感觉自己马上要崩溃了 啊 死个人 你把我叫来 就是为了一句死人 对啊 方明用一种 很是大惊小怪的眼神望着他 就仿佛是雷乱占着天大的便宜 还不知足次的 这时候啊 那个女警的尸铁已经被吞吃完毕 传来了一个十分模糊 结巴以及灰色的声音 灭 灭 灭 死 知道 那声音来自于那条可怕的生化巨壁的背后 原来那条生化巨壁的末端 连接的是一个枯瘦的干枯身体 这身躯的体积以及重量 只怕还不到这条畸形手臂的五分之一呢 所以看起来啊 走路应该都是被那只巨大到变态的手臂 给拖着亮相前行着 忽然间 那只可怕的生化手臂 开始疯狂的扭曲 脱长 生长 那个小矮子 你凝笑着用左手托起的那个巨大的右手臂 指向了方明两个人 三根粗如鹰臂的变异的红色手指前方一厘米处 三个血亮的光团正在酝酿成形 雷露的面色一变 失声说着 猛亮炮 杀 坏人 一道光团串了出来 后面拖拽着长长的一条药木的白色光带 趁在这个昏暗的警局走廊当中 是啥是好看 却唯有啊 置身于其间的人才明白 这美丽之中暗藏的重重杀气 光团 撞击在了墙面上爆裂了开来 方明觉得 连地面也为之颤动了一下 之后变成一声巨响 和纷飞的文件以及混凝土的残血 在爆炸的那一瞬间 隐约可见一个淡淡的人影迅速的跃开 与此同时 第二个光团也就飞起而来 但是方明却是得意的笑了 因为此时的雷洛已经叹了口气 直接扑了出去 方明先前的作为和言行 是将雷洛当成了盟友 此时这种危险的时刻 雷洛也不太好意思 让方明这个精神力特长者 直接挡在前方吧 雷洛竟然是汉人 直接撞上了那个血白色的光团 非但没有爆炸 这看起来仿佛是硬生生的将那能量给吸收了 他更是怒吼了一声一拳 打在了那只横走而来的生化剧壁上 这一拳却是两个人对拼的局面 方明甚至隐约的看到 在对拳的杀那些 雷洛的身体背后 甚至浮现出了无数个尖锐的巨型圆锥一般的黑色道次的虚像 那个石石鬼啊 是骤然间惨叫了起来 他的生化剧壁是迅速缩小 这种人却是疯狂的增高增壮 他就这么一拳 他就认出了改换外形的雷洛的真实身份了 你是雷洛 你这个该死的魔鬼 为什么还不下地狱 石石鬼的名字叫做莫特 他乃是一个身心都扭曲到了极端的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就是雷洛的追随者 五十六号的幸运加强版 他浑身上下的肌肉细胞啊 都处于一种十分恐怖的吞噬增殖的状态当中 在与人交手的时候 他能够根据敌人的能力来变化成相应的体型来对敌 当然 最常用的还是这种畸形俱弊的形态 而敌人被他杀死以后 食尸者则是要弥补细胞增殖状态带来的巨大的负面能量 往往他会自动的吞噬掉敌人的尸体 并且他还可以从暂时吞噬尸体的过程当中 获得尸体的部分被动能力和技能 这也是旁人都不知道他莫特的真名 而是叫他食尸者的原因 并且实尸者莫特在攻击敌人的时候 给敌人造成伤害的同时 他体表的异化细胞会发出强烈的迷幻类的毒气 这就会导致被他攻击的人所受到的痛苦会被放大 一个针刺的痛苦就会被放散到了 若是被众中砍伸一刀一般 这样在对敌的时候 自然是占据了相当大的先手 当然 任何事物都有他的两面性 实尸者莫特在动用了体表的异化细胞 发出强烈迷幻类毒气 加深敌人痛苦的时候 他自身的神经也同样会处于到异感的状态下 直接一点来说 就是别人若是能够及时反击 实尸者莫特受到的痛苦也会被叠加上去 不过 对于其他的轮回者来说 要在实尸者莫特攻击自己的时候展开反击 这就意味着得以伤患伤 然而莫特却是可以一边打一边吞噬尸体 来恢复体力的变态 这样拼下去 亏的只能是自己 但是一隐一拙间 自然就有人是例外了 那就是体力天王 雷洛 他呢 是一个极其喜欢别人来打他的人 实尸者莫特打他一拳的同时 却是意味着自身不仅要承受雷洛的反击 还要同时遭受雷洛那个无耻到极点的反弹伤害 姑且不论谁损失的体力值最多吧 单单就从忍受那个迷幻类的毒气放大的痛苦上来说 雷洛只是忍一下痛 但是实尸者莫特呢 却得忍受两下 何况雷洛这人乃是喇嘛苦修出身呢 年幼的时候就是参风引路啊 之后呢 做哭产入死关 根本就不把这痛苦当一回事 因此对于这实尸者莫特来说 最记载的就是体力天王 雷洛 实尸者怒吼连连 他一看到是雷洛就想要撤退 但是他却发觉雷洛这站位上却像是鬼魅一般 每一步前进的步伐都正好卡在自己想要撤退的路线上 并且最可怕的是雷洛就仿佛像是换了一个儿子似的 他以前因为啊出手并不快的原因吧 只能是用那种势大力猛的攻击来直接缩减对手的生存空间来直接取得胜利的 但是现在实尸者莫特却觉得雷洛这家伙完全变了一个人了 就像是一辆拖拖着长达七八公里长车皮的巨型蒸汽火车一般 是沉重浅浅猛烈势不可挡 但是前方却是那种被铁轨规划过的精密 而这自然就是方林的功务 他在精神力探测里面为了让这雷洛觉得和自己合作是有所价值的 所以给出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分析 不仅连实尸者莫特的身高 毕章体重等无关紧要的详尽的数据都给列举了出来 甚至还有啊建议一秒后出拳 拳速是多少米的提示 若是这样 雷洛都还打不到人的话 那直接他就回幼稚园开始进行再教育就行了 因此仅仅交手不到二十秒 这实尸者莫特就连中了雷洛两拳 雷洛这两拳都打在了实尸者莫特的同一个地方 他每一次击中敌人一次 就像对手的身体里传入进大鼓的血液火烫的气息 在鸡少成多之后蓄积于他的体内 这就仿佛是一把利刃 在敌人的身体里是不停的咯呀烧啊 莫特呢 拐笑连连 他这巨壁是疯狂的挥辱着 在寻找吞噬尸体的同时 又想要寻找个机会赶紧逃 他虽然自认为自己的战力强横 但是本来面对雷洛就是圣少败多呀 而旁边那个神秘的年轻人还没出手呢 却给人一种特别深深的黑洞的感觉 能够得到自视极高的雷洛 承认之后并且与之并肩而立 这样的人又岂是个庸人呢 忽然间 实施者莫特的右脚 踢了出去 看起来就仿佛是黄狗撒尿一般 特别的难看 他的一脚直接蹬在了后面警察局的墙壁上 可是倒塌的却是他身前的墙壁 刚好呢 这一下阻断了雷洛前行的路线 实施者莫特是长长出了一口大气了 正想要转身就逃呢 眼角的余光却是见到了 站在旁边的一鸣流着口水 看起来是憨傻异常的胖子的身躯 似乎像是发酵了一般 是膨胀了起来 而他肩头上面的衣服啪的一声破裂 突兀地生长出了一只惨白色的畸形小手 那个紧握的手臂忽然间张开一扬 同网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福福新获得的技能 同网 实施者莫特 猛人间打了一寒颤 他感觉到双腿上传来了 深寒阴冷的感觉 是机灵灵以下地透入进了骨髓里面 竟然是无论如何 都迈不开步子了 他再看看地面上方圆五米之内 已经是多出了密密麻麻编织在一起黑色的斑纹 被斑纹 看起来像是死人潮湿浸泡在一起的头发 散发出了一种十分恶心的气息 是众人欲偶啊 但是被缠绕在里面的实施者莫特 却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却是将屠夫的头网迅速地吸进了体内 只是 他的行动速度也因此是完全停止了 雷洛这家伙一看 却是大喜 他能够有目前的可怕的高血量 高防御能力 同他前不久啊 成功转职是不无关系的 然而 他转职以后啊 固然是血量和防御能力得到了相当大的强化 就连移动速度也是不须疑人了 但是也有一项是永久固化的副作用 那就是自身施展的眩晕技能 持缓敌手的技能的效果 被强制性的降低到了80% 这个削弱甚至包括了装备的附带技能 雷洛同样也会强力磨眉术 与方林不同的是 方林的磨眉术失败以后是转化为精神冲击 而雷洛的强力磨眉术转化的是 诅咒术 他的辅咒术乃是将敌人束缚在原地3至12秒 同时呢 再造成了每秒12点的伤害 但是 敌人可以使用技能 道具 雷洛转直以后悲哀的发觉 自己这复咒术呢 就算是打出了12秒的束缚效果出来 也会被削弱80% 持续的降低时间呢 只有两秒左右 何况啊 怎么可能人品是一直那么好呢 一直爆出这12秒的效果来啊 所以 一个擅长控制的队友 对于雷洛来说是祸不可缺的 见到屠夫的头网 令得莫特定在原地之火 雷洛已经是直接扶转而出了 他的拳头伸在了前方 这一拳可是携带了无穷无尽的可怕力道 似乎像是一百头疯狂的野牛 一般是直接冲撞了过来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